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假佛法道横正量的法器 需要被检测的人以单手把金刚杵提起悬空 在规定时间内放上基座 这种检测叫做拿杵上座 经实践证明要单手提起上座杵是非常困难的 双手能提千斤重的人单手连三百斤重的处 恐怕都提不离地 以法规所定每个男性行人 依各自的年龄和体重而有各自的达标标准 非常的科学和公平 达到此重量标准的称为康体式 康体式以上为上超 康体式以下为下降 上超共有三十个段位 下降有五个级别 2021年3月 一位体重不到180磅 近90岁高龄的老修行人 开出教尊 用他三根手指头 以骨节折断变形的右手 尝试拿出上座 开出教尊说 是因为佛陀恩师传给了他真正的佛法 才让他的肉体筋骨转换了 转繁体而成圣体 他说 其实我之前是一个虚科病人 胃病 糖尿 痛风 严重到十磅都拿不起 现在病全都消失了 美国职业大力士竞技者 和世界建立冠军 在同年龄 同体重的量级中 全世界至今为止 从有人类以来 没有一人超过他的大力纪录 他在乔治亚洲 举起旋转木马 升降2791磅 而世界顶级最强的 其他几位大力士 比他年轻 体重比他大 也没有举起他举起的重量 他被称为大力士祖父 他可以提起千斤重的蓝电金刚柱 但是 却无法单手提起 巨无霸佛陀金刚柱 他曾用尽全身气力提拿 结果把筋骨都拉断了 也没有拿离地面 有一些金刚柱 现在立在那里 金刚柱看起来像一个 巨大的汤马斯英奇亚灵 然而他们重得多 手柄稍微薄一点 然而这些柱看起来很大 真的很酷的器具 我把他们都提了起来 除了佛陀楚 唯一曾经能提起佛陀楚的是 佛陀师父 佛陀师父提起的 基本上比正常人 上超59段 而作为一个上尊 我想我应该有机会拿起来 所以我走过去抓住他 并开始拉起佛陀楚 佛陀师父警告我不要拿 但我仍去尝试 我用尽所有力气去提 然后我觉得我的被阔击 移动了或觉得有刺痛 而我觉得好像是会疼痛但不畅 佛陀师父说 如果我是你 我在三周内不会去参加比赛 我说 我想我会没事的 我还有三周可以恢复 应该可以的 恩 我没有听佛陀师父的话 被阔击撕裂 在我原本可以轻易完成的重量 2021年12月23日 有三位美籍大力士 应邀前来测试挑战 大殿中央摆放着三把金刚柱 其中最重的巨无霸佛陀金刚柱 重达437.2磅 约198.3公斤 三位大力士中 只有一位拿起了最小的柱 其他两位大力士 连最小的柱都没有提起来 三位大力士都没有提起中等的柱 最大的巨无霸佛陀金刚柱 他们当然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而体重只有一百多磅的 法界最伟大的巨胜 仅用四根手指 勾拉提起巨无霸佛陀金刚柱 达13.47秒 上超72段 成为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拿柱金刚大力王 虽然圣者和凡夫在外表形象看来都是人 但是内置是完全不同的质地 圣者的体质成分与凡夫完全是两码式 相当于鸠戈与鹰 外表都是鸟 但内置结构和力量天差地别 这是自然存在的差异 不借用辅助带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位大力士 可以单手提起437.2磅的重量吗 这尊具无霸佛陀金刚柱 现珍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祭寺 欢迎世人前来 以虔诚的心静养之 并亲手提拿 这将为您带来如意吉祥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